她确诊已经是很很久之前的事 大概好像是半年前吧 她大概难过了三天之后 就恢复到她原本的个性 就是可以开始紧嘴 然后就是使唤妈妈什么的 我在旁边照顾她的时候 她就有感受到她觉得说 妈妈在旁边真的很好 因为我稍微一离开她 她就说妈妈 妈妈你要去哪什么的 然后等到她恢复那个 她的体力之后 又开始说妈妈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会又开始跟她吵架 然后每次就是吵架太凶的时候 我就跟我老公说 你看你女儿怎么这么欠揍 她就会说宝贝 你要知道你当时确诊的时候 是妈妈在旁边心情地照顾你 也不担心自己会不会被那个传染 然后她就说 那她本来是我妈 不然谁要照顾我 我想说哎呀 当时那个泪是不是白流了 她确诊已经是很很久之前的事 大概好像是半年前吧 她大概难过了三天之后 就恢复到她原本的个性 就是可以开始顶嘴啊 然后就是使唤妈妈什么的 我在旁边照顾她的时候 她就有感受到她觉得说 妈妈这旁边真的很好 因为我稍微一离开她 她就说妈妈你要去哪什么的 然后等到她恢复那个她的体力之后 又开始说妈妈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会又开始跟她吵架 然后每次就是吵架太凶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你看你女儿怎么这么欠揍 她就会说宝贝 你要知道你当时确诊的时候 是妈妈在旁边心情地照顾你 也不担心自己会不会被那个传染 然后她就说 那她本来是我妈 不然谁要照顾我 我想说哎呀 当时那个泪是不是白流了 她最近不再骗票了 她应该心情蛮兴奋的 她一直逼问我说妈妈你可以买得到票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不 因为她觉得好像只要是明星 就可以买到明星的票 然后我说我真的不确定 她说你去问那个啊 你那个什么胸部啊 我说问的是胸部也不见得会买得到票啊 她说她不是韩国人吗 我说她也不是说韩国人 就一定买到韩国人的票啊 她说她不是在韩国很红 我说OK我可以礼貌性地问她一下 但是你们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所以我就有问一下胸部 然后她就说好她会尽量看看 可是女儿们就是五步已经全部练好了 所以你应该会一起去吧 如果真的买到票 因为好像是在高雄嘛 所以就一定要有妈妈陪啊 所以我如果买到票的话 我就一定会陪她们三个去 因为三个女儿都很喜欢她们 不是因为许老三一天到晚 在我面前就是放音乐 然后因为她就要用我的手机放音乐 用她的手机录影 所以就导致我必须就在旁边 就是等她要拍完 所以我就一直跟她一直在那边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就从前面这样一段 然后就是看完之后她就说OK好 就是一个礼拜之后 然后就变成已经可以跳到很后面了 什么还在等 所以说连我要把别人看都已经会了 那我还想看了 所以我就想看了 那我还是想看了 我还想看了 这个人是什么 我还想看了